Hello大家好,我老刘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太极拳里面的这个六根 什么是六根呢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我这两天刚刚看到的 有一篇文章里面是这个样子说的 它的原文是 两肩为两臂之根 两胯为两腿之根 两脚为身躯之根 所以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定要从根结上下功夫 我感觉这个样子细分出来之后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根结嘛 对不对 有一句话叫做稍结灵 终结随 根结催之而已 我当时在聊那个 《天长星太宣十大要论》中呢 忘了是哪一章了 反正我记得是提到过这一句话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东西 看一下这六根到底重要在哪 如果说搞不清楚这六根的话 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好吧 我们先从下网上说好吧 因为我们练拳的顺序就是从下网上来的嘛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两只脚 也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这个 身躯之根包括我们的两个胯 就是我们的两腿之根嘛对不对 我们的两只脚跟我们的两个胯 它是不是都是属于我们底盘的一个范围 之前跟大家聊过哈 就是说我们在太一圈小架里面 关于当这个问题的一个广义的解释是什么 就是指我们整个底盘 它都属于档的一个范围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六根中的其中四根 都是在我们的档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想要知 我们的底盘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 我们先说两只脚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小亚全里面来说 对于两只脚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东西我在我频道里面几乎每一条视频都会提到 两只脚应该怎么样去放 它要两脚尖平行 可以溜微内扣一点 但是我们的用力方法是内六外四 前六后四对不对 也就是最重的地方就是我们前脚的内侧 最忌讳的就是八字脚 最忌讳的就是八字脚 如果说你练拳的时候不知道这一个点 那么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在以前的神加沟来说 之前都很保守嘛 对不对 他们那个时候脚尖对于两只脚不能外八字 这几个字来说在神加沟以前都是避而不谈的 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两只脚是外八字开的话 那么我们两只脚的用力点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我们放在我们两脚掌的外侧 对不对 这个样子 第一点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点就是 我们如果说吃力点在外侧的话 那么就完全违背我们小二拳对于底盘缠次进的一个要求 我们底盘的缠次进是从外往里这个样缠的缠到前脚内侧对不对 你如果说用力点在外侧的话 那么正好相反 这个样子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这个样子就会牵动你的整条腿 外翻 然后呢让你的后当给合住前当给打开 就是说刚好对于小二拳身法来说 它是相反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你如果对于两只脚的要求都搞不明白 经常外八字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没有当劲的 对于我们小二拳来说是这个样子要求的 再加上你如果说对于两个当也就是我们两腿的根结这个地方 你如果搞不明白的话 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底盘 链拳没有底盘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两个当是怎么要求的 在小二拳里面我们开关节开关节开的是哪 其实最难开的两关节就是我们的骨骨头嘛对不对 骨骨头跟盆骨的那个大关节处 也就是那两个大转子那个地方 根据我们小二拳的身法来说 我们底盘的缠次进是由外向里缠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就要把你的复钩内收 让你的大腿小腿内缠 跟前两掌形成一股劲 对不对 这个时候复钩一内收就必定会牵动你的尾铝 犯起来 这个时候把前面的丹田沉下去 尾铝犯起来之后后腰功可以守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于我们两个当来说 也就是我们的两腿之根来垮嘛对不对 他的一些具体要求跟规矩也就操作到位了 这个这个是对于我们小二拳来说的 因为我们只要是把丹田沉下去 把尾铝犯起来 浮沟收进去 那么这个样子就会牵动你把前当合注后当给打开 刚好跟我们底盘要求的那个缠次进 由外向里形成一股进 又刚好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对两只脚的要求 前掌内侧用力形成一股进 之后这个样子就可以把你整个底盘很好的统一起来 你如果说对于底盘的这些操作 你操作不到位 就是说你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练死都练不出来功夫 因为我们只有从下往上来练 这股力量才能从下往上来上来 因为你如果连下盘 也就是我们整个当的身体架构 你都搭建不好的话 那么这一股劲是不可能形成的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这股劲形成不了 你也就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当劲 你只要是没有当劲 那么你这个拳你也练不明白 就这么回事 之前放在陈加工来说 对于底盘 也就是我们整个当的范围 这些东西很多都是避而不谈的 大家能知道吗 因为你只要是把当搞明白了 出了当劲之后 你就能自己一点一点自己去提高了 大家能知道吗 我们不管是腰啊还是丹田啊 就是说对于我们小亚权来说 所有的要求都是要在这个当劲基础之上 你出不了当劲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腰啊 丹田啊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说出了当劲之后 你才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把腰啊 丹田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点一点给找出来 所以说为什么避而不谈呢 就是因为怕你找到当劲之后 避到一个悟性比较好的 然后再加上他啃下功夫的话 其实用不了几年 就可就有很大的可能去超过他的师父 大家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当劲 放在以前陈亚钩来说是避而不谈的 就这么一个道理 我不管大家是信也好不信也好 反正我说的这些东西 对于小亚权里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我说到这呢大家去想一下 对于我们整个底盘来说 现在绝大就是练太拳的朋友们 是不是他们所练的东西 跟我刚刚说的东西刚好是相反的呢 他们要求什么 他们要求脸臀对不对 腹部钩顶出来 然后把膝盖外撑 然后八字脚对不对 脚外侧用力 这个样子是不是跟我刚说的 那个前腰掌内侧用力 大腿腰腿内缠 把腹部钩收进去 把臀翻起来 不是刚好相反吗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为什么 好我们继续往上走 到了我们两个肩 我为什么要把肩膀放在最后说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当劲的话 你根本就谈不上上半身 你上半身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我们这两个肩膀 这篇文章里面说是两臂之根 对不对 它就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泰拳里面要求成肩坠轴 对不对 那么大家想没想过 为什么我们泰拳要成肩坠轴呢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不成肩不坠轴的话 那么气息会上翻对不对 这是一个点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成肩坠轴 第一其实就是为了 让我们前面的这个阴气下降顺畅嘛 对不对 就是为了 成肩坠 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去成肩坠轴 还要保证我们后面的阳气上升 上来的这个劲能够用上 这个是第二个点 什么意思呢 其实 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前面这一个点 不知道第二个点 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前面我们这一条阵脉是阴气下降 对不对 从上往下 切成丹田 切成丹田之后 维吕往上一翻 这股劲从后面严气上升 也就是我们那条都脉上去 大家看一下 之前跟大家说这个是小周天嘛 我们把丹田沉达时 从后面把这股劲想上去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通过 成肩坠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说 肩膀下不去的话 那么我们是用不到后腰后背那一块力量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用到后腰后背的那一大块肌肉群的话 我们必须要让你的肩膀下压 让你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叫什么肩胛骨往下压 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充分的感觉到你后腰后背的那一块肌肉群在运动在发力 这个时候你才能在发劲的时候用上后背的那一块力量 但是呢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前提啊 因为你如果说只知道松肩成轴的话 把后面肩胛骨下压了 但是你不知道把维吕上犯 就是说后面的这个阳气上升 如果说你不犯维吕的话 它是上不去的 大家能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统一的一个生法 成肩坠轴 含胸 他腰 陈丹田 范围吕 那时候把围吕一范 前面下得去 后面上得来 这是统一的一个生法 然后再加上我们大腿小腿内蝉 跟前腰掌形成一股劲 这是自上而下对于身体的一个具体操作 形成这一股劲之后 你的成肩坠轴其实才有作用 你如果说你只知道成肩坠轴的话 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操作 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其实你的成肩坠轴也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才会造成现在 怎么说呢 其实现在练拳的大多数人 他们基本上都是练反了 我们小亚全要求从下往上来练 他们一上手就是捣鼓什么虚零鼎径 陈尖坠州 韩兄 他们不说韩兄他要 很多人都说韩兄八倍嘛 对不对 我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情 韩兄八倍最起码在小亚全里面是严定禁止的 这个是忌讳的这一件事 好像小亚全里面没有八倍的粮子 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去找 他们功夫就是上不了身 我比较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在找上面怎么样 架子呀 虚零顶进呀 对不对 不是有句话叫做 不懂头顶悬白练三十年吗 对不对 杨成甫现在说过这句话 但是 这句话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其实你如果单单从这一句话上去理解 你永远都理解不透 你永远都折磨不透 大家知道吗 你必须从下往上把这一套拳练明白了 你才能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们不说那么远 就是说 其实上盘你练得再好看再漂亮 其实用处不大 因为你没有根 你如果想要有根 想要力从脚起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从下往上来练 所以说小二拳对于上盘的一些动作 要求的都非常严格 但是他动作的花哨程度 就比不上其他的 比如说老架 比如说大架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他注重的就是当腰 丹田的一个配合 就是整体身法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好吧大家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这六根有哪六根呢 就是我们的两肩为两臂之根 两胯为两腿之根 两脚为身躯之根 所以说我们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从这六根上下功夫 怎么样去下功夫呢 今天应该没有机会跟大家说了 因为如果细说的话 那就太长了 对不对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频道里面去翻一下 我频道里面有具体聊到过 对这些东西 都已经具体解释过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东西呢 其实那本书上也只写了 有哪六根而已 它没有具体解释 这所有的具体解释 都是我看完那篇文章之后 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出来 如果说大家感觉我说的有用的话 您可以去参考 如果说您对于我的理解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的话 你也可以在参考留言去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吧 好那么我们这期视频 今天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